前几天连续的低温寒流带来寒害 造成许多农作物受损 但在池上的大波池 却成为最天然的除害利器 这几天许多民众发现 池上大波池的外来泰国里 琵琶鼠鱼都出现了死亡现象 生态专家则是表示 这些鱼种都是来自热带地区 因此不排除是冻死的可能性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生态工作者利用长钩将死鱼从池面上拉起 而水面上还有许多窄幅窄成的死鱼 而只是一桥都是外来种的泰国里以及琵琶鼠鱼 前几日的寒流来袭 为各地带来了不少寒害的现象 池上地区更一度测到适度的低温 但寒害在大波池却成了最佳的除害利器 面对泰国里以及琵琶鼠鱼的暴毙现象 在大波池进行生态调查的教授表示 可能是因为这些外来鱼种都是来自热带地区 因此耐不住寒冷而暴毙死亡 那这一次呢大量外来种因为寒流来袭也死了不少 看到泰国里是最多吧 其实是五国鱼 那琵琶鼠鱼也有一些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外来种的鱼类是相对的 比较可能是比较热带地区 所以这次寒流才会有这样的死掉的现象吗 他们刚好都是来自热带的 这些外来种 然后我们的环境 大波池目前的问题也是不够自然 也有优氧化的现象 对于外来种暴毙的现象 江公所表示已经收到民众的反应 会尽快雇工将死于移除 避免造成水质的变化 这个会我们请我们本所的相关单位 就是农官客 他会雇工 会清除到我们的垃圾场也埋 那这个我们大波子也是属于国家重要基地 所以不影响水质方面 我们会请业务单位尽快清除 由于太古里在台湾几乎没有天敌 大量繁衍导致生态浩劫 池上香公所近五年来也积极地办理除害雨的活动 但没有想到寒流低温竟然成了移除害雨的最佳利器 记者陈吉林池上香报导 活动力已经很糟糕了 可能